Brrr Hello大家好,我是安豪 大家好,我是你的洛洛 又回来我们欢乐的草单 是的,那我们去四月的草单 但是四月也太繁忙了 所以到五月了 拖到五月才发 但我觉得也蛮好的 在五月这个时候发比较的微妙 让大家提前感受一波618的风味 提前蹲一下是吗? 对 我看到我们要推荐的东西 抢到已经是幸运了 那也蛮好的,不买力减100%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她踴躍地為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幣 所以我可以開心點關注你的支持收買節目開始的最大動力 第一個我先來,要很開心地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出差的時候 開小拆工作之餘在巴黎買的一件好東西 那就是一件衣服來自於BOTECA 我對她的愛終於從看秀變成了購買 你在微信看過秀,你在誰目前看秀 太好看了,家人們,真的是太好看了 BV在離開了Daniel Lee之後,做得越來越好了 因為不光是我一個人在這麼說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也說 Daniel Lee離開之後,她好像買BV買得更多了 就整個品牌呈現出一種非常溫婉的、有氣質的、內敛的、有羞耀、且有錢的感覺 然後給她看一下,我這次買了一件大衣 就在我的手上了 你遠看可能覺得它是黑色,但是no,它是一個Tweed 所以你看有點像牛仔的那種圓牛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是個Tweed 所以自帶一些想像風在身上 但是我覺得想像風好看 它是一個長的一個大衣 穿上之後是導演的膝蓋這邊 穿上之後我就大為震驚 然後跟我一起去逛街的有一個高定客戶的一個朋友 我穿上這件衣服 買罐高定看罐大場面的她說 這件衣服almost perfect 對,就是我覺得這句話從她嘴巴裡說出來 就已經是對一件成衣非常高的一個寶獎了 然後這件衣服我很喜歡她的一個點在哪裡呢? 就在於她秀場裡面反覆出現了這個宛如玉金香一般優雅的領子 他們叫Vocino Cola Vocino Cola?火山類 對,這種領子只有在以前的巴黎世家和Dior的高定才會出現 是,因為我最近在念凱架的書 然後就念到了溫莎公爵夫人 她就是佩戴火獵鳥胸針的時候 穿了一件藍色的同款領子的一件衣服 那件衣服是Dior高定 這種領子在成衣的制衣工藝裡面就不太有的 它是一個挺極致的一個瘦腰 然後在屁股這邊是做了一個圓弧的彩片 把你整個腰臀比顯得非常的極致,非常的誇張 你看她這個省道一看就不是一個便宜衣服會擁有的省道 它這邊有一道,兩道,三道,四道,五道 然後把你這個裙撐這邊撐出這個飽滿的形狀 而且它裡面一摸就知道裡面是有那種麻線或者是馬毛撐起來的 所以它是有這樣的擴型的 但是很奇妙的一點是這件衣服穿在身上一點都不板 它穿在身上就是薄薄一層 沒有那種大衣的厚重感,也沒有那種不透氣的感覺 因為我穿上它就是有改O星,就坐火車 然後我也沒覺得就是有... 好老闆在生活 然後這件衣服它雖然很輕便吧 但是它整個擴型是硬邦邦的在那的 然後這件衣服就是在低調中又透露著一些品牌的特有的屬性吧 那這樣的衣服一般會出現在像華裔西家的高低 但是DVB做到成績裡面就非常的良心嘛 所以我想說其實對比於它的工藝,它的價格真是很良心的 對,因為這件衣服它扣起來穿就沒得說了嘛,是個Hourglass的擴型 然後你散開來穿也很瀟灑 就是很建議一家裡面有很多珠寶的人購買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大你的各種珠寶 因為它這個領子就是,你知道當時巴黎世家設計衣服 給高定客戶做衣服 它的原理就是我的領子要離開它的脖子 Away from the neck 大概一英尺 然後它的點就是說要給珠寶碰有braze的地方 而且它這邊其實大胸增會非常好看 我可以想像你有各種誇張的胸增放在這些衣服上都不違和 這種衣服就買一件少一件 對,因為它新一季沒有這個領子了 對 就那一季有 然後我看到在社交媒體上面有我們可愛的BB機 時髦的BB機也已經去買了同系列的玉金香的領子了 我覺得很好看,非常有品 只要我身材不走樣的話,我可以穿到50歲 我爸說,你們買的衣服挺好看的 但是呢 怕一絲都穿不下 謝謝您的督促,爸爸 我買的這個Haul是義大利馬的38碼 比我平時穿的馬要小一碼 因為我想讓它的腰收得再細一點 那收完BV,作為開運的忠實客戶 又來個B 那大B就是小B 這是Balenciaga,最近巴西西亞有在轉變 我看到了最新的圖文秀場 我好喜歡 能感覺到Damna痛定思痛了 就是在好好做一件事 我買了挺久的 然後大家也問了很多 就是一個超級長的巴黎世家的大衣 給大家看一下 這衣服很絕 覺得點有很多個 第一個,它的肩膀很絕 給大家看一下 雙開門冰箱 其實肩膀並沒有特別寬 穿在人身上 有沒有那麼寬 比你自己的肩膀再寬一寸 對 但是它為什麼穿上去讓人覺得肩膀特別寬呢 是因為它腰收得特別細 但是我試過這件衣服的最小號對我來說還是太大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衣服比較適合男生去入手 你看它的肩膀並沒有那麼寬 但是你看上去寬是因為它的腰收得很細 背後看更絕 背後看就非常順利 巴黎世家的Styling就是很多人可以去模仿 尤其是國內很多淘寶品牌 或者是一些小用的牌子 但它是擴型 真的就是很多人才差一口氣 差汁好禮密有一千 它這個袖口是短這麼一寸 它其實是讓你的手顯得更長 我覺得它很適合戴各種金標 但是我沒有 就是王家瑪的廣告位在這兒 你的廣告位在這兒 對,但是我沒有 然後還有一點 它的這個 屁肩 真的 它的屁肩看得很高 就顯得你的腰,顯得你的腿很長 你屁肩一打開 出現了裡面的薄短褲 不是薄短褲 這是一個 棉毛褲 對,不是棉毛褲 羊絨的真織褲 然後它就顯得你的腿很長 就不像其他的那種長版的大衣 會把你的身高壓很低 它這個面料是50%的羊駝絨 然後50%的羊毛 很扛風,很保暖 風一吹 你就跟那個《黑客帝國》裡面的Nio一模一樣 就這個下板子在飄 又厚實又輕盈的那種感覺 我們穿就必有人誇 它就模仿以前黑幫人穿的那些衣服 裡面有一個就是一些secret pocket 這件衣服我估計大家應該已經買不到了 因為它整個存飾量很少 但是它最近上了一個Ground Rob系列 就是一個經典系列 它裡面的衣服剪裁都很好 然後如果你想要找一件品質很好的大衣的話 也可以在這裡面看一下 這個價格是3050磅 我覺得價格還行 作為一件剪裁優異的大衣 之前87家這個品牌 還能蹲一下打折 這樣根本做不到 對 就是全價都已經賣完了 賣得非常好 如果是一件剪裁很好的大衣 我覺得巴黎西家就很難蹲到再打折了 它現在就是還蠻火的 是的 下面一個我來給大家推薦的一個金表 剛剛說金表 這不就來了嗎 對你愛愛愛不完 為什麼要給大家推薦我手上的這個時裝表呢 是因為就是最近知識份子風 老前鋒不是捲土重來嗎 所以大家對於手錶的需求就增加了 somehow一戴上手錶就感覺是個文化人 半年前我們有推薦過他們家的手錶 是勝利金肯門手錶以及戒指 然後呢有很多人返圖給我們 說跟著我們買的食物的質量還不錯 他們家這個戒指我一直在戴 就很好搭配 你也在戴 你戴最多 我覺得男生戴四個會更像高級珠寶 對 女生就是要顯得比較纖細的話 兩個就可以 你看這光澤 老鐵們 然後我今天耳朵上面戴的 也是他們家的一個IV系列 我覺得非常有書卷氣 很好看 然後他們不是最近又推出了好幾款時裝表嗎 就發給我們 讓我們試戴一下 給個意見什麼的 我戴下來覺得有兩塊特別好看 然後就要推薦給大家 其中一塊就已經在我的手上了 就是這一塊黑臉的小金錶 它是一個金屬的錶帶 再加上一個黑臉的設計 而且它這個Dial 這個錶盤是一個正方形 我覺得正方形的錶盤其實還蠻少見的 一般都是長方形或者是圓形會比較多 正方形就非常的別緻 就自帶一種溫婉的書卷氣 而且正是因為這種方形的錶 它很有那種書箱門壁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平時是一個 喜歡把手錶和手勢疊搭的富婆富哥 它就會中和掉你其他手勢的富貴氣 一些貴感 稍微平衡一下 對 像這種方錶 我覺得就很適合 旁邊就配戴一個凡克雅寶的四葉草 我覺得配戴什麼卡尼亞的露燭也很好看 你就是這樣一個黑臉 它其實是自帶一些個性在裡面的 有些果感的氣質在裡面 我手上戴這塊錶 我真的很喜歡它這個黑金配色 而且是方錶盤 就讓我想到了卡尼亞的Suntus to Country 但是卡尼亞的錶的入門門檻會比較高一些 它其實是黑瑪瑤錶盤 加黑色瑪瑪的錶冠 而且黑金是非常經典的一個配色 我覺得除了Y2K以外 其他好像都可以搭 你錯了 我覺得Y2K辣妹很需要這樣的一款錶 那比如說像Y2K辣妹的代表人物 Dualipa她自己私家就很喜歡戴金錶 我覺得就是需要一個金錶 融入其他的Y2K單品 就一起混搭一下 才會顯得非常的有質感和時髦 其實我覺得日常的話 你穿得比較素的話 一些金色的手勢也會很容易的點像這種造型 尤其當你知道該如何搭配的話 就是稍微戴點手勢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是個比較低調的小卡尼 除了金屬的錶帶 Lola Rose還有很多的皮錶帶的款式 這邊就有一個黑色牛皮錶帶的這樣一個款式 這個就要比這個更低調 上手之後有一種民國大小姐的感覺 剛剛這塊黑色的小金錶 裡面這個黑色的錶盤用的是黑瑪瑙 我手上這支手錶的錶盤 則是採用了一個更加活潑 更加有生機的綠色的孔雀石 非常的好看 而且Lola Rose她整個品牌也是非常注重 去開發一些寶石之美的 我覺得在這塊錶的身上就很好的體現了 平時比較喜歡穿像格子西裝的話 其實也會讓你很像法國門一篇裡面走出來的女生 而且我覺得她整個品牌的單品 價格都還蠻合適的 就千元左右吧 作為學生或者是出入職場的白領的話 自帶和送人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就現在你買一瓶好一點的沙龍香水 是不是也有千元以上了 而且噴完就噴完了 對 這個還能看時間 上次給大家推薦Lola Rose的手錶的時候 我看到有小孩會說覺得她的機心不行 但我想說的是大家要搞清楚她的定位 用你搭配食用的 對 我覺得我對她的主要訴求 就是她搭配衣服時髦好看就可以了 如果你那麼追求機心的話 就建議你可以去買機械錶 或者說可以去買凡克雅報的池航坐珠 天天有小鳥咕咕咕給你報時 跟桌子一樣大的這個 那說了這麼多 我們也不會忘記大家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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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也是我们自己用下来觉得挺好的一个品牌推荐给大家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双鞋子 来自于古德白 这双鞋听说是很多人买不到的 你怎么会有 因为我是比赛红人 开个玩笑了 是因为我认识古德白的重要人物 对,靖老师 然后他就给我寄了一双 然后我穿完以后真的还蛮舒服的 它是一个小熊猫 对,它是一个熊猫配色 大家看我42码的脸 它的灵感来源于德逊鞋 但是它又比德逊鞋更加的 碰一点 对,你从侧面看的话它肥肥的,胖胖的 很好看是第一件,第二个很好穿 它就是很松软的一双鞋 都可以怒来也不磨脚 相比于它前一代的鞋子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是改进了不少 然后这个鞋子 它其实搭配牛仔裤简直就是一绝 会显得你的那个人很可爱 很没有攻击性 对,它就是像一个可爱的大熊猫 铜盒子里面它还送了一双黑色的鞋带 我准备把它白色的穿黑了以后 然后再换一个黑的上去 而且就不油腻 我觉得小白做的东西都不咋油腻 它们家最近真的是卖得爆火 火到飞起 卖得好到已经到巴黎开始用路了 就蛮好的 光脚后跟就这么快 但是你要知道像YSL的鞋子 它那个脚前掌才这么快 就很舒服穿起来 而且我很喜欢的一个点是它这个鞋子前面有个保险杠 对,这个保险杠是打打很多鞋子里面会出现的 它这个鞋头和这个鞋底是一起的 所以它不是粘上去的 然后就比较防水 这个男生穿上可以增高这么高 你明天可以放一个增高鞋底 对,你穿上就立马就增高这么高 这么高有那个4公分嘛 对 而且我很喜欢的一点是 它这个鞋圈这块 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样子做得很窄 会显得你的脚弯很细 我穿上是不是立马就变185大男孩了 那里底子得有175 它好像还有一个棕色的版本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两个就是配色都很小清新 虽然它这个黑白配色 但看上去非常的干净利落 而且最近不是因为巴黎是家里带的吗 大家都很喜欢穿over size和阔腿裤 其实很窄的鞋子并不太搭那样的衣服 就会显得那种头重脚轻 就是你很需要一个比较宽的鞋子来balance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鞋子其实挺好的 靳老师我也想用一双 靳老师没给你吗 靳老师没给我 靳老师给了你两双 怎么办 脸比较红 比较烦倒 蛮好的 就上脚真的很舒服 真的超级舒服 像我这种穿惯了 就时装皮鞋的人 穿这个就感觉像穿一个夹脚托一样 OK 接下来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件非常特别的衣服 是最近我从国内转运过来的 登登登登 就是上一次我在直播的时候穿过的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不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 因为这件衣服我是在绿色泡泡上面买的 也不给大家推荐 因为我觉得付款方式不太安全 但是我想给大家就是来科服以及推荐一下的是这上面的这个传统的工艺 叫做张蓉 是的 太美了 宝宝们 我也订了一件 太美了 我也订了一件八宝葫芦 但是我也是在绿色泡泡上订的 到现在没理我半年过去了 我的钱已经交了 所以绿色泡泡还是不太靠谱 那这个张蓉它起源于福建省的张州 然后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 也是以前的那个达官显贵能穿得上的一种面料 传统的制作方式是全手工制作的 织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难 张蓉其实又叫天鹅蓉 那织它的那个机器就叫做天鹅蓉木织机 它要两个人操作 就是一个老师傅在下面就做这个动作 就是织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负责提花的师傅会像一个猴一样 在上面 坐在上面 装花机那种感觉 对 就要两个人配合才能织出来这种面料 他需要两个金颜老刀的师傅 一天差不多能织出0.6米到0.8米都很了不起了 它是在织绒的时候 每织进去三到四维的时候 要在它的面料当中插入一根钢针 是作为一个起绒杆 就把那个绒杆撑起来 这样撑起来 它的绒不是本来是这样的吗 然后有一层被钢针撑起来之后 就变这个样子了 就分离了 当把整个织物全部都织完之后 会用白粉在一整片布料上面 踏出你想要的那个门案 比如说我现在这一件 它上面就是个叠炼花的一个门案 就是会用白色的粉标记出这些范围 然后要有一个非常细心的师傅 用那种钢刀 把它一条一条一条的割开 为什么它珍贵 因为你但凡多割出去一毫米一厘米 这个花就废了 所以它制作起来其实是很难的一个技艺 用钢刀把这个绒从一个圈割断 变成一个战役的绒 这个过程叫雕花 还蛮有诗意的 这个张绒的技艺 其实一度面临过失传的风险 因为首先就是像所有的传统手工艺一样 年轻人不愿意干 因为它的那个面料很珍贵 是针丝嘛 所以在整个车房里面 你不能吹空调 你也不能吹暖气 因为针丝非常的脆弱 很容易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 冬天冷夏天热 然后在那个巨大的木制机前面 又是重复劳动 然后进度也非常的缓慢 也没什么成就感 年轻人都觉得很苦 就不愿意干嘛 然后其次呢 是因为它是全手工的时候 产量实在是太少了 这样好像有机器可以错是不是 对 就是在江苏省有一个老师傅叫戴春明 然后它就花了五年的时间 就是把这个全手工的制机 改造成了一个半自动的机械的制机 以前不是要两个师傅配合做吗 现在只要一个人做 而且现在就是一天可以做十几米 对 所以产量就可以大幅度增加 我现在手上拿的 就是一个机器制出来的 因为它是机器制出来的 所以它价格也就会打得更便宜一点 之前我们的视频里面跟大家说 就是有一些手工艺要得以保存 是需要用钱去支持的 然后弹幕有人说 我资本家发言 这你不买它没有钱革新 然后它就失传 对 因为戴春明那个师傅 他是自费研究了五年 一分钱都没入账 那世界上有多少人愿意 向他演维艾发电吗 然后我觉得咱们传统的手工艺 不是说比很多欧洲的奢侈品 更奢侈 更费工 但是它是需要承载在产品上面 真正作为消费品 它的商品才可以得到连续 而且它的制作方法 我觉得也不能死抱着 以前的就是只能用手做 只能用最古法的做 如果能借助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 能把它变得更便利 或者说更能广为接受 其实不失为把它传承下去的 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很多人会在私信里面 给我发云景的制造工艺 然后说你看这个工艺 不比国外的那些设置挺好 确实好 然后我去问了 手做的就是10万一笔 机制的6万一笔 做一套衣服至少三米 对 那不就30万就进去了 你说我买不起啊 现在这样一件小马瓜差不多就千元 我觉得就蛮合适的 我觉得我愿意为中国的技艺买单 其实有很多中国的品牌有在做这个技艺 比如说有我最近在写和睦 中国的品牌 然后他有用章段做的非常漂亮的大衣 穿上去感觉荣马一身的大衣 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它有品牌价值 我觉得既然咱们能肯定欧洲品牌的价值 咱们就要肯定中国品牌的价值 对不对 就像和睦这种品牌会卖的更贵 但我还是愿意买单的 这一件衣服我事先尝试一下 然后拿到手之后 我觉得它的面料挺美的 但是它的版型我不是特别的满意 所以这个心中还是需要试 在我这边我觉得问题是 它这个胸前的拼滑 它应该是对上去 但是没有对上 对上的话可能两千 不对上可能一千 对对上会更费布料吧 对啊 因为这个布料挺珍贵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咱们就支持一下 然后下去回国 如果能找到版型更好的 然后更靠谱的 然后再给大家做推荐 那下一个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墨镜 不是不绝版 他们差点买了好多 又是一个巴黎世家的墨镜 哎 这是热不开 我现在要克制一下自己 就是不要再买他们家了 巴黎世家墨镜就是蛮神奇的 很百大 而且这个墨镜就是一袋 就是一股的拔腕 而巴黎世家做的那个配饰真的有一手 对 然后这个墨镜是去年吧 奥斯塔 然后看透Jenner 上奥斯塔红大厂戴的那个墨镜 Balenciaga的一个logo 就简简单单 但是它整个是往上扬的 会显得比较比较高 而且会挡住你那个 太阳穴凹陷的问题 但是它就很酷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 想要打到巴黎世家造型的话 其实墨镜或者是鞋子 是很值得入手的 它不像衣服就那么贵 但是只要你买一个这个墨镜 买一个戴logo的墨镜 然后你浑身上下就穿那个淘戏 就是淘戏的巴黎世家风格的衣服 就出去就是巴黎世家 现在有很多那个淘戏品牌 或者说小终设计师品牌 在抄这个墨镜 对那个 看亚马逊上有很多这个形状的 然后价格大概是三十几 因为我去秀场看到有人戴这个家导 是谁 我不认识就败过人 然后我看了它做工真的不行 就很毛躁 它这些边边角角有一些掉色 它这个墨镜 就是去年卖的爆好 因为去年好像卡德山蓝色的裙子 带了一个银色的款 但是我是有卡德山那个银色的款了 但我还是推荐大家买黑的 因为那个银色的款拍照很好看 但是你肉眼近距离社交距离看 我觉得有一点塑料感 但是黑色它不会有这个问题 你看 咻一下 那个光就过去了 银色的它会有那种颗粒感 然后就是有像翡翠上面的苍蝇饰一样 过于专业了 你看我现在穿了一件 就是飙儿郎当的这种衣服 搭配巴黎世家就很酷 就有些东西你一旦戴上去 你会觉得它不一样 就是像这些东西 巴黎世家就是这样 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 但是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对对 就是这个感觉 而且这个眼镜 很重要的一点 它不夹头 就戴过很多眼镜 它很夹头 对于大头很不友好 戴上立刻变Trinity 戴上这个墨镜就失去了笑容 你坐在Anaventure旁边 就不能笑了 OK 下一个由我来介绍 给大家推荐两款 我最近很爱用的香水 这个不是广告 最近他们家就是风口浪尖 就是来自于 登登登登 文献 最近也是讨论度很广吧 就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大家挺爱就聊了他们的 然后其实之前 我在草带里面也给大家推荐过闻线 那个是一个白酒味的 酒鲜 米白 然后本次呢 这两个香水 我又发现两个很好闻的味道 我愿称之为 是可以让你六根清净的香气 What 戒色香 先给大家介绍个比较好入口的吧 是这一支 它叫初熟之物 它是一支柑橘果香调 它里面最吸引我的有两位 一位就是亚洲人都非常非常喜欢的苦橙 就你能闻到吗 能闻到 而且含量不低 它的柑橘跟别的就是欧美的柑橘不一样 欧美的柑橘是那种明亮的 然后真的是那种橙色的橙子 但这支苦橙 有一种青绿的感觉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位让我特别喜欢的是青草 好像比我的命还苦 是不是闻完感觉六根清净了 好苦呀 好像我外公的那个中药图的那种感觉 那另外一个可能会让你 更苦是吧 它让我想起了一个下雨天 就是有一种空山新雨后的感觉 是一个室外 然后你坐在一个庭院里面 然后你在一个长期前面写写画画的感觉 这就推荐给大家的原因是因为它有那个苦的味道 但同时它的柑橘调是在我闻过的很多的柑橘调香水里面持香很久的 你到现在闻到还有柑橘调 哇这个味道太苦了 这个苦啊 接下来就是给你断了所有的 悉情六欲的味道来了 这个味道叫做Sturban 它叫妥协镜头 我觉得所有闻到它的人可能都要妥协 这个还好一点啊 这个还好一点 这个没想更苦啊 那个更苦啊 这个更苦啊 如果有小可爱闻过这两款香水 告诉我你觉得哪一款更苦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整支香水是一个棕色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沉的一款香料 它最后后雕里面那些皮革 让我觉得整支香给我的感觉很安神 这两支香比较起来 我觉得那个初熟之沃 这一支青草香 我是觉得是可以穿在身上的 这个穿不到身上是吗 这个穿不到身上 这好苦啊 这个 这个我是会在我写文案以及工作的时候 我喷洒在我的工作间里面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在时尚圈工作 时尚圈每天都是有那种嘈杂的 纷乱的虚荣的那些东西 就被那些东西包围着 需要这些东西让我清醒一下 这支也太苦了 这是真的好苦之后能够最苦的一支香 所以我就说这两支香 是可以让人六根清静的香 这一支妥协镜头给我感觉 就是一个有着鸟鸟吹烟的寺庙 就谁会用这种香啊 哦 你知道谁会用这种香吗 当晚天我们不是去逛那个哈洛德吗 就是集结了所有富哥富婆的一个商店 然后在这样一个就是非常浮夸的环境里面 有两个中东贵妇从我身边走过 然后飘着一股这种苦不辣子的那种中药铺子的味道 就一下子让我醒过来了 很独特啊 这两个味道确实蛮独特的 我觉得就作为环境商 提神醒导真的非常好 可以让你认清现实 如果你是处在一个特别浮躁的一个氛围里面 就我就时不时给自己就喷上一些这个香 就会让人感觉很安神 而且就如果你是平时是走的那种比较清新寡欲挂的 比较修素的穿衣风格的人 喷这只妥协镜头蛮有味道的 我建议这个可以给那个喜欢穿鲜牌的女明星盆一盆 冲合一下 有一种空灵质感 就是感觉你被很多俗物包围的时候 一秒把你拉去山里面进修了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家这两款箱 有没有出室内香氛什么的 如果有的话我可能会再去买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草单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也欢迎大家积极地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今天你最被种草的是哪一个单属的 哪个单属看最开心 然后大家不要忘了 OK 如果你这本次草单让你看得还开心的话 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 转发收藏投票 不要给大家一起点关注你的支持手码 节目中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